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在北部的朋友會發現到 中午以後像在新竹 桃園山區的Sappajo明顯 那中部以南的朋友 仍然是感受到 零星的鎮雨狀況 從早到晚都出現 我們整個大環境場 仍然是在西南季風的影響之下 但今年的9號颱風 在今天早上的8點鐘的時候 形成了 目前的話 在下午2點鐘的時候 已經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針對的警備區域 就是在金門跟東沙島 所以要提醒在南部海域的風浪 會比較增大 明天開始 我們要注意一些什麼事項 我們就用幾個地區來告訴大家 要特別的注意的事情 我們先來注意到 在這天氣形態來說 最主要我們先注意到風浪的部分 明顯的增大的地方 就在南部的海域 風浪的部分就可以達到有大浪 而到了後天的時候 就會轉到巨浪 所以要提醒大家 南部海域的風浪 在遠洋有颱風之下 風浪都是比較偏大的 而且加上我們的整個環境場 吹著西南風上來 沿海的陣風都有在 8級到7級的陣風 山區的部分要防落石 因為在中部跟南部的 山區的雨量 比較明顯之下的時候 要提醒您 雨多 石頭容易鬆 鬆了就會掉下來 所以中部以南的山區的路況 都要小心 第三件事情 沿海的部分 低洼地區要防淹水 因為強的對流雲層 在明天 逐漸的進入到 中部跟南部的陸地的時候 尤其幾個沿海城鎮的地勢 都偏低洼 海水的部分略高一些 而地勢低洼之下 河川的水位宣洩不容易 而就會造成一些 積水或淹水的狀況了 第三件事情 吸水的部分 都有暴漲的狀況 請你沒事千萬別靠近 這一次9號颱風 目前是海上警戒 因為最主要要看它明天 進入到汕頭之後 繼續是在往北走 還是偏東北走 走的路徑 跟台灣的影響層面來說 最主要就在於 警報的發布部分 但是整個大環境的 系統的尺度的影響 其實都是對於中南部影響 是最為明顯的 南部嚴防強降雨的狀況出現 尤其在4 5到6的中午之前 都要特別的注意 我們再來看什麼 看看雷達了 雷達上面可以呈現的 就是水汽的分布 北部的確的朋友 會發現到在傍晚的時候 有些雲層的發展 這就北部這邊的雲帶 對流起來了 南部地區倒是會覺得 下午的時候下了些陣雨 但陣雨的狀況 好像到了傍晚以後 這個雲層已經進入到山區 而逐漸的減少了 可是在外海這邊 仍然有些對流雲帶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會開始接近 今天因為整個風向的關係 所以進入南台灣的水汽量來說 並沒有那麼多 我們從雨量圖上 就可以注意到 整個降雨的狀況 山區的部分多 尤其今天在新竹尖石的山區 比較明顯 宜蘭的山區比較多 都有到接近100毫米 這是午後熱對流的降雨 往南看 中部地區幾乎沒什麼雨 南台灣的南高坪三個地方 都有局部的正雨 但是雨的部分 仍然只偏向於山區的部分 今天感覺上雨的部分 比昨天相較之下 又再少一些 但是大家不能輕忽 因為最主要 就在於南邊的颱風系統了 我們先注意到 在這張衛星雲圖上 兩個系統的存在 這個是熱帶性低氣壓 另外一個 就是今年的9號颱風 目前的話 整個兩個的移動的方向來說 9號颱風 已經逐漸的在往北的方向移動 它漸漸的由偏東北轉北走 明天下午的時候 就會在山頭附近 逐漸進入中國大陸 北 在我們東邊的熱帶低壓 未來會發展 它的走向來說 會逐漸的朝著日本的方向移動 但在今天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風場 北部地區 是有一點點偏著北西風 到西南風進來 南部地區的話 有一點偏南風 所以江雨的狀況來說 就因為隨著風向的關係 所以今天雨的狀況略為減少 但明天開始不一樣了 為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路徑前世了 從這張路徑前世圖上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未來的熱地壓 它會加速變成 它會增強回颱風 之後明天增強回颱風 會朝著日本的方向前進 所以到了8月8號的下午的時候 就已經到達東京灣的 北方的陸地了 以這條路徑來看的話 可能東京奧運的閉幕 是會受到一些天候條件的影響 而在我們台灣 最主要明天的時候 9號颱風會開始往北 我們就來把它放大看一下 未來的9號颱風來說 它會朝北的方向進入到汕頭 明天下午的時候進入到汕頭 那之後會在陸地上走 但是這一段來說 如果它進入內陸比較深一點的話 它的強度又會變成一個熱地壓 所以也就是說 它朝著這個方向移動的時候 其實它在陸地上 對我們反而來說 整個系統進入陸地 強度的部分減弱 可是它還是個小抽水機 因為最主要 逆時針的風場旋轉之下 會把西南氣流的水氣 也就是西南季風的水氣 源源不斷的帶進來 我們從這張色調強化雲圖上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台灣附近環境場水氣量非常的多 但是當明天這個颱風系統 進入到汕頭之後 水氣的發展來說 是吹著西南風進來 當它沿著大陸的路徑 在逐漸往北移動的時候 水氣的發展仍然進入到 我們的中部以南的陸地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就是 未來幾天 整個強降雨的狀況 在這三天當中 都是以中部以南 相對的會比較明顯 南部地區 要嚴防積水的現象出現 我們來看到衛星雲圖上 也可以注意到 明天風向開始變西南風 水氣就要帶進來了 來看看各地的溫度了 先注意到 北部地區有短暫性的陣雨 偏向於中午以後 中部地區的降雨 在早晚都會有機會 但強降雨的狀況 山區的部分 南投加一多 南部地區的陣雨狀況 明天白天就會更為明顯 東半部地區也是有雨 但降雨因為是被封面 所以比較偏少 而外島地區的 金門的天氣形態來說 比較屬於不穩定的 還有澎湖 另外未來一個禮拜後 降雨的狀況到禮拜六 禮拜天以後開始減少 週一以後開始恢復成為 一個午後真雨的天氣 而到了外島地區的降雨 到了禮拜天以後開始 也會隨著 這系統的遠離而減少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雨區行車要注意安全 溪水有暴漲 提醒您西邊別靠近